什麼辣?我很香,是不是? 坐在暖氣前好舒服喔 不是已經春天了嗎? 但是在加州這裡 應該說是我來了美國這三年 第一次感受到寒流耶 真的好冷喔 而且我們大概連續下雨一個禮拜 竟然還下冰包耶 非常的難得 就是難得天氣這麼不好 所以這一個禮拜我們幾乎都是待在家裡 然後沒有特別出去去哪裡 那今天終於看見放晴了 外面艷陽高照 所以就充滿了動力 今天要來跟你們一起開箱 然後分享一些近期的愛用品 有什麼新奇的好東西 那首先第一個要跟你們介紹的 新奇好物呢 在我身後 這個真的好有趣喔 等一下我先拿過來 啊! 等一下要跟你們一起開箱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好了 登登! 是小陶德的鞋子 不要小看它 看起來好像平平無奇的一雙滑板鞋 帆布鞋喔 這雙鞋子呢 是我們去Temicula看房子 就是50萬的小姿美宅的那一次 它有一個open house的辦派對嘛 所以現場來了很多大人跟小朋友 許多家庭的人 重點是有看到有幾個小朋友 都穿著Gillies 後面有一顆輪子 跟一般的溜冰鞋又不一樣喔 一般溜冰鞋是有兩顆輪子 前後都有輪子嘛 那記得我們小時候也有流行過 類似的就是有兩個輪子 側邊還會發光的那種鞋子 總之就是蠻酷的一雙鞋子 我們就買給小桃德 那因為前幾天都下雨 所以就不能玩嘛 然後我就在家裡讓他試玩一下 發現好難喔 他覺得這個比溜冰鞋還要難 我就想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跟他在網路上看了一些教學影片 然後就覺得不管怎樣 好啦我也買了一雙 就是我先自己練習 然後知道怎麼溜再教他好了 因為小桃德是一個比較謹慎的人 他很怕跌倒很怕受傷 所以我先學會 我再教他好了 那這雙鞋子的話呢 嘿嘿如果你要買的話 我要跟你說就是尺碼建議 就是挑大一碼 下面買的這一雙就是我的尺寸 可是結果穿起來太小 所以等一下要去退貨 好那我們先去化妝好了 天氣好了可以出門了 OK 先脫個護唇膏 好化妝棉加化妝水擦完臉之後呢 我通常就會順便擦手 很帥 就快用完了 塗完保養品之後 手會黏黏的嘛 我就會用剛剛的化妝水 就是化妝棉 在擦手 好化妝棉繼續用 超好用 清雨粉餅應該是我此生 會一直不斷重複回購 最愛的粉餅了 加上我皮膚比較乾 清雨粉餅它的保濕性比較好 然後不好用的睫毛膏 全部都變成我的染眉膏 好 031的560加上BBIA的2號 修容 好隨便挑一盒大地色眼影 569暈染刷 556雙層刷毛沾淺色 暈染邊界 好 眼珠下方 也畫一點下眼線 好 我最愛 Essal的3號 棕色眼線 比起黑色 棕色更自然 然後呢 因為剛剛有用眼影做打底了 所以整個暈染得很好看 那用眼線液筆呢 只是讓那個線條感更俐落 等於剛剛用眼影畫的眼線 是給眼線液的眼線 當一個暈染的陰影 這樣子你的眼線 就不會只有一條線 就是看起來很單調又很生硬 這樣畫完的眼線跟眼影 就結合得非常的好 然後畫臥蠶 我最愛的陰影王 MAKE的Omega 然後這樣畫一下 臥蠶超級立體的 而且可以持續一整天喔 然後他最近超流行這種自然的裸色腮紅 所以我又添了一些新成員 然後想說試色看哪個比較好看 但後來發現好多顏色都好接近喔 塗上臉可能沒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不用買那麼多 好 今天用3C1的裸蜜桃色 這顏色好裸喔 有看見嗎 有 淡淡的喔 超自然超自然的 這樣好浪費時間喔 換一個顏色好了 好 用小貓 小貓好可愛 這個腮紅顯色度就比較高了 不要沾那麼多 可以把火苗刷稍微立起來一點 好 然後輕輕的刷在中央的位置 再暈暈開 好可愛的顏色喔 鼻子來一點 好 新買的打亮 用火苗刷尖尖的地方沾 刷在鼻頭 顴骨上弱弱的來一點就好了 不要太亮 最亮的在鼻頭 眉骨也來一點 這樣亮亮的皮膚看起來就會很好 有光澤感 最近太喜歡Perry Pera的這個霧面唇釉了 超自然的麻生唇色 太好看了 這個顏色 13號 13號我超愛 忘了用睫毛 今天懶得刷睫毛膏 我們直接黏假睫毛 其實不只是今天啦 我平常都懶得刷睫毛膏 哈哈哈哈 直接黏假睫毛就好了 比較快 然後推一下讓它黏更緊 OK 然後刷個下睫毛 然後簡單刷個下睫毛 你看 有下睫毛跟沒有下睫毛 還是有差別對不對 有下睫毛就年輕很多 有沒有 我覺得超好看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睫毛真的是完成一整個妝容精緻度 很重要的關鍵 然後如果只是日常外出的話 我基本上不會戴隱形眼鏡了 就是用裸銅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自然妝的化妝方式 是不戴隱形眼鏡 也蠻好看的 就看起來很乾淨 有點聰明的樣子 對不對 這什麼啦 我很香是不是 狗狗一直在舔我 好啦 不要舔我 我們來穿這雙鞋出門好了 好不好 好 鞋帶綁好了 輪子也裝好了 晚一點呢 就可以跟小桃的一起 就是穿出去試鞋了 溜一溜 因為天氣已經漸漸變暖了 忍不住就想要穿一些漂亮的衣服 把手露出來 把腿露出來 穿少一點 揮別那種秋冬厚重的感覺 所以呢 身體的保養也非常的重要 總不能臉保養的美美的 結果身體都沒保養 今天呢我要來介紹一款 CP值很高的身體保養好物給你們 多芬冰淇淋磨砂膏 我想一般想到多芬 大家都會想到洗髮精或者是沐浴乳 但我到美國之後啊 發現多芬的品項其實蠻豐富的耶 在美國幾乎可以說是國民愛用品牌 到處都看得見 我今天要分享的這一款 多芬的冰淇淋磨砂膏 在美國也有很多種口味 甚至在各大百貨超市 美容保養的一些藥妝店 都可以輕鬆買得到 那Amazon呢還是官方推薦的 身體保養的排行榜中耶 網友的好評也很多 那如果你是有用小紅書的朋友 應該也對他不陌生 就是超多人推薦分享的 那現在台灣也買得到了 台灣新品上市呢 有推出兩款喔 櫻花甜香的 還有石柳籽跟乳木果香 包裝都非常的粉嫩可愛耶 因為擦圖的部分整個質感的設計 連上面的標示都非常的清楚 因為呢他們的不同款 不只是香味不同而已 他們的功能啊 然後還有就是磨砂力也不一樣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膚況去挑選 像是櫻花甜香的話呢 它這邊就有寫它是輕柔型的 敏感肌也適合使用 或者是你皮膚比較嫩啊 想要有輕柔的磨砂感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一款 奶昔質地的櫻花甜香 那石柳籽於乳木果香呢 它的磨砂力就是適中 一般肌膚都適合使用 很適合拿來加強清潔 像是膝蓋、手肘、腳後跟 這些比較暗沉粗糙的地方 一般我們在使用磨砂膏的時候 最擔心的就是太刺激了 市面上有一些磨砂膏 都是選用那種有菱角的鹽 或者是胡桃殼翠粒 顆粒感很重 會刮到皮膚 我自己是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我都只會趕快磨一磨膝蓋 然後就想要沖掉了 但是呢多芬的冰淇淋磨砂膏 它的質地就像冰淇淋一樣 很綿密滑順 也像奶油一樣就是很好推開 裡面呢都是圓潤細緻的磨砂顆粒喔 溫和輕膚不刺激 通常呢我們就是在沐浴之後 皮膚清潔乾淨然後就磨砂膏嘛 它直接添加了保濕乳液 就像是洗護合一的概念 清除老背角質 而且呢還能夠防止你的膚色暗沉 粗糙跟顆粒感 一邊護理角質 同時又在保養了耶 重點呢它很好清洗 洗完之後呢也不會有任何的緊繃啊 乾燥的感覺 你皮膚會變得很水嫩透亮很乾淨 那我自己的話呢大概是一星期用一次 就是定期去角質的概念 皮膚就會一直維持得很好 但是因為它的味道其實很療癒 使用上也很方便 然後一星期用個兩三次也可以 反正櫻花它非常的輕柔 然後花香也很療癒 那如果是迫不及待 想要穿短褲短裙露出你的美腿膝蓋啊 或者是手肘之類的 加強去角質的話 你就可以用石油籽跟乳木果香的這一款 就是去角質更快速 這個甜甜的果香我也很喜歡 總之呢這兩款磨砂力不同 香味也不一樣 有興趣你可以去試試看喔 現在新品上市 我會把它的連結跟相關資訊 放在資訊欄的地方 有興趣可以點開來 CP值很高 分享推薦給你們 好那現在呢 我要準備出門了去退貨 哇晴空萬里都沒有雲耶 怎麼跟昨天差那麼多 啊有陽光 天氣好好喔 所以我今天穿的一身淺色 看起來超級清爽的 有迎接春天的感覺了 耶 這是郵局 好現在呢 又要到郵局 退另外一個包裹了 你有沒有覺得美國的郵局 長得很不像郵局 然後對 因為前陣子下雨 沒事就在家裡上網 然後買東西 就收到的東西不太喜歡 所以現在要來退貨 好 怎麼講這樣咧 跟你想像中的寶不一樣 對啊 它是沙茶肥牛粉絲寶 對 我以為的寶是已經接近乾燒那種 就是醬汁比較濃稠一點 這已經像是湯的感覺 對啊 好搭粉喔 對啊 我看你 你好可愛喔 你的頭頂上 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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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什麼 帥子 帥子 結果下雨了 不能穿溜冰鞋 好吧 那我們下次再穿囉 拜拜